嗯!Seven有湯汁耶! 這兩個都蠻好吃的 嗨!大家好!我是蘇蘇 今天要來評比 Seven跟全家的熱門同品相的微波食品 到底誰比較好吃 我之前從來沒有吃過這種帶磚微波食品 因為我覺得說 炸雞就是一定要吃現炸的 然後覺得這種東西怎麼會好吃 後來在過年的時候 跟親戚吃宵夜的時候 買了一堆微波食品發現 天啊!這實在是太方便了 而且其實它比我想像中好吃的非常多 所以我今天買了Seven跟全家網路票選的前幾名 然後跟我朋友推薦 還有我自己喜歡的 做一個比較 那我今天會主要看它到底誰比較好吃 然後做一個推薦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就開始試吃吧! 第一組參賽者 辣胃雞球 然後 這蠻多的耶 這邊都會放全家的 這邊放Seven的 全家大概有10塊的辣胃雞球 Seven的辣胃雞球怎麼聞起來有 排骨酥的味道 大概7塊 它的顏色比較深耶 這邊是全家的 然後這邊是Seven的 我覺得全家的辣胃雞球 吃起來有點像是那個肯德基的辣胃雞球 然後它皮軟掉 然後我覺得裡面算是蠻juicy的 它的辣胃有出來 有一點點辣 我覺得蠻適合就是不太喜歡吃辣 然後但是又想吃辣的人 就是 Seven的吃起來整體它的口感比較硬 它比較像是真的是剛炸出來的感覺 可是它的那個 吃起來它的那個粉啊 混混啊 而且它比較鹹 它完全沒有辣味 沒有一點偏乾 我目前是先投給全家 常進人跟我的口味其實是有差的 然後但是我們兩個同時都覺得全家比較好吃 但是因為它裡面的肉汁比較juicy 然後它的Seven的皮真的有點太乾 然後吃起來真的粉粉的 那我們第一組參賽者是全家獲勝 OK 那我們要換下一組參賽者 歡迎第二組參賽者 排骨酥 全家的是香蒜的 然後Seven的是椒鹽的 全家的排骨酥 它一打開就 蒜頭的味道就飄出來了 它它好香喔 看一下 我覺得以這樣子看起來的份量啊 全家跟Seven其實我是覺得差不多 然後全家的蒜頭排骨酥偏似 然後Seven的就是比較乾 我們來吃吃看 它有淹過 可是它的味道沒有到很重 然後也沒有很鹹 它吃起來完全沒有蒜頭的感覺 但是它聞起來是有的 目前吃起來覺得普通 換Seven的 度比較夠耶 然後它吃起來比較順口 它淹的料的味道比較好 而且它吃起來比較像正常排骨酥的那種感覺 它吃起來有點像是那種冬瓜排骨湯裡面的排骨酥的味道 我覺得這一次排骨酥 我會投給Seven的排骨酥 看下一個參賽者 我們歡迎第三組參賽者 這是我蠻期待的鍋貼 因為網路上都說 鍋貼很好吃 但他們是講全家的 欸他們是講全家的吧 這兩個鍋貼我印象中它價格真的超便宜的耶 這超重 然後一包好像才35塊 我們來看看裡面到底有幾個 Tina也太多了 也太多了吧 全家它居然有8個耶 然後我剛剛看到它的價格好像是30塊 30塊就有8個也太多了吧 然後Seven是7個 看起來它們長得很像 我覺得它們沒有什麼不一樣 嗯? 就是高麗菜嗎? 喔對 全家的鍋貼我覺得很可以耶 它裡面的料不會太少 然後可以吃得出來高麗菜 那種就是水分還有甜味 雖然說它表皮濕濕的 但它吃起來不會太爛 我覺得它還有那種煎出來的香氣耶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它才30塊 真的你可以 它也不會太鹹 我覺得它味道整個剛剛好 那我們換Seven的 Seven感覺好像肉比較扎實的感覺 Seven的肉一球 不像全家的那個肉 整個就是散在那個尖角裡面 Seven吃起來很好吃耶 但是Seven吃起來皮比較厚 這個有湯汁耶 很快 我覺得這兩個都蠻好吃耶 我們請常進人試試看 Seven Seven 選出大概8.5 然後全家大概是8分 當然是這種差別 但你如果說在省錢的時候 我覺得你去買全家好 因為全家有8顆 Seven真的比較好吃 因為它裡面吃得出來它的肉質 然後還有甜味 那全家的話 它吃起來就是它裡面高麗菜放的比較多 所以你一開始進口 你會先感覺到高麗菜的甜味 但它的肉是整個是散在那個尖角裡面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尖角類的東西來講的話 它是有一點點不合格 因為它肉沒有一整球的 吃起來口感沒有這麼好吃 再來我們剩下兩款 這兩款是我網路上看到很好吃的 然後跟我自己覺得蠻好吃的那個 韓式大胃炸雞 這兩款我不確定說是不是兩家分別都有 因為我韓式大胃炸雞 我全家沒有看到 然後 雞塊的話 Seven剛好賣光了 所以我就買了全家這一個 然後全家這一個起司雞塊啊 是超多人網路上推薦的 我們來看看它到底有多好吃 它有7塊耶 但是它的雞塊很小 對做這種Size 這種其實真的蠻小的 它大概是一般雞塊的三分之二的大小 所以它偏小 我經常說Seven我之前吃的時候 它有點糊糊的 然後它可能是因為我用微波 所以它試試然後糊糊的 Seven那個我可能再去回購它 那我們吃吃看全家的 但它裡面有包起司我覺得很特別 嗯?我這一口沒吃到起司 像我吃到那個 軟骨的感覺 我把我這一口先吃完 我沒吃到起司 為什麼我這一口都沒有起司啊? 好奇怪耶 喔!我看到它的起司 它的起司不是每一塊都有 因為有些 它起司好像是最後放在肉上面 然後加一片一片 然後小小的 這個吃起來還好耶 沒有什麼特別的 起司吃不太出來 它有起司的味道啊 很淡一點點而已 我跟廠近人吃完 這起司雞塊的結論 就是我們兩個都覺得還好 所以說你真的想吃雞塊的話 去麥當勞好了 因為麥當勞其實 麥當勞其實也跟Seven 跟全家一樣開的一樣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雞塊真的 嗯... 如果想吃的時候可以買一下 因為它畢竟分量我覺得也是滿足夠的啦 但是... 我下次應該不會再買的 再來就是那個 韓式大胃炸雞 我不確定全家有沒有 如果知道的朋友 可以幫我留言一下 讓我知道說 全家到底沒有這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我上次過年的時候 那時候吃到微波食品 讓我覺得很驚豔的 炸肉 這個是Seven出的 它有六塊 試試看 其實我已經吃過了 但我再回歸一下 其實我去韓國的時候 好像沒有真的吃到 他們以為韓式辣味炸雞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 Seven的口味就是 比較薄台灣的 因為它不會那麼辣 然後它偏甜 我覺得它整體而已 在嘴巴的感覺是很好的 可是我覺得它今天好像 醬有點少 它就是品質不固定 我上次吃我覺得比較好吃耶 但我覺得它也是可以回購的商品 因為你如果去外面買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是蠻貴的 但是它今天真的比較乾 還是因為我可能放太久了 現在已經不熱了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還好 但我上次真的覺得這個超好吃 我剛剛吃到現在我覺得啊 炸的東西啊 全家表現比較好 而且全家比較大方 它給的份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 今天講的話 真的Seven是比較好吃的 所以大家可以買尖角 然後再來就是雞塊 你可能會失望 還是到味炸雞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品項喔 那謝謝大家今天看我的分享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幫我訂閱跟按個讚喔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